我叫武千玉 今年27岁 是成都航空的一名飞行员 我学习飞行比较早 大概就是17、18岁的时候 这个是早会吗 这个是叫什么 对 准备会 准备会 飞行员在航校里学习了 必备的一个专业的知识 比如说气象 法规 英语 航空的一些理论 空气动力学之类的 我要学这么多了 还要经过特定的一个训练 我们的体能训练 它叫火滚 在操场或者草坪上 闹钟响了 有点 叠上这个徽章 从2013年到现在 也就工作了7年 在这个行业 是不能算经验丰富的 飞行这个职业 应该来说是一辈子的职业 那么你每天的心情 你都要调整到一个 你最佳 最健康 最合理的一个状态 请吹气 这个吹气是测什么 酒精和血压 正常 这位同心 这是她的副驾对吧 对 今天多给了她来的那边 我也有 因为选的两个 飞行场比较近 然后天气的话 普通天气是好的 我们一群楼客 就是航路上 可能有一点雨区 然后放了颠簸也是轻度 航路的天气 机场的天气 所有东西全部都稀化 在飞行前的话 和我们沟通比较多的部门 像我们的千派工作人员 今天的飞行机组 以及今天当班的 称务组 我们可能会针对 今天索菲的目的地机场 进行一些相关的学习 就像比如说 我们的一些航路点 天气 做一些预案 我感觉 她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 好像个小妹妹在那 对吧 有那个感觉吗 出发了 出发了 每一段飞行前必须要去检查 必须 每一段飞行 每一段飞行 就是机场飞的每个飞机都是不一样的 其实每一趟 对 不一样 这个是看什么呀 这个是油 加油 这就是模拟机 特别的资讯 特别的资讯 印度 在 时刻 1317 尝试 尝试 飞机型号检查 3200 方机CF母6-5B4 数据库有效 前机场乘户到浦东 变场选的是红桥 飞降红桥 红桥是666拐 成本主是30 旋航高度 我们预打的是351 只要我不说起落架和紧衣 咱们就不动 好 如果到时候风机变处置完成之后 要收了收紧衣的话 我们注意一下速度 好的 现在舱单来了 围重量是56 围重心是31 燃油是11吨5 左平衡 起飞重量是67.3 我们这个飞机落地是66吨的 你好 你好机长 客人上级了 关门吧 走 可以关门 好的 刹车松 可以推出 跑到东南左 今天一个航班 你说有飞行员 那是不够的 还需要非常多的 每一个环节的地面工作人员的工作 还有我们的机物 像他们冬天夏天 他们都是在室外 非常的高温或者是低温的一个情况下 他们要去工作 很辛苦 确实 还有我们的乘务员 他们从飞机从头到尾 他们都是相当于要站着 要走动去给旅客提供服务 并且他们同时还要保障他们自身 以及旅客的一个人身安全 这个需要力量很大吗 它有液压的 对助力 最容易出危险的就是起飞前十分钟和降落的时候 没错 我对于这一个行业 每一个与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 那都是要抱有感激之心 正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努力 才有可能使今天这一段航班保障了安全 这是哪里啊 浮东 机长一看看出了浮东 这才叫活地图 我们都是经过专业的训练的 像那种突发情况 我们在模拟机里面也是时时刻刻 我们都是在准备学习着的 机长永远都是最后一个离开飞机的人 我们要确保飞机上每一名旅客 每一名乘员 每一名机组乘员 都是安全 离开了飞机 机长才会最后一个离开飞机 已经开始了 没得没得没得 接受666管 现在距离扶动 现象线动走动 要搬海里 紧急下降 这个一直在颠是吧 它是施压了 如果说我遇到那种情况 我觉得每一名飞行员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把自己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目的就是为了可以让这架飞机安全地落地 就是想问一下这个武技长 就是您遇到过这些突发情况吗 当时我应该是第一次单飞 就是小飞机只能坐四个人 就只有我一个人在飞机上 然后第一次在没有教员陪同之下呢 我进行一个起落航线的一个训练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有另外一个外籍机组 他们也是另外一个塞斯纳上面的机组 他们也是进行飞行训练 他们是从空域训练完成 然后回本场落地的时候 我当时在三边 就是在跑道的侧方 然后呢 这个时候就是 他们是在五边上 他们是准备落地 然后呢 我也是转过来 就准备落地 就刚好一个时间差 就结果我们就 可能就差一点要遇上 然后当时呢 我就是立即就是右转 进行一个盘旋 就是我在那里盘旋等待 然后呢 通过无线电通讯 然后管制人的指挥 然后在这个外籍机组 他们落地之后 然后我在正常地进行一个落地 很淡定 很淡定 对 因为女孩子在航校 就遇到过紧急情况 就自己很淡定地把它处理掉 对 我还记得我们的学校 当时奖励了一架小飞机 一个航母 我还挺开心 太棒了 太棒了 走了飞行这个职业 身体素质要求非常高 我们需要获得国家一级 体检核科症 然后你才可以进行学习 这个多长时间一次体检呢 大概 每年一次 每年体检 超过四十岁就半年一次 我明白了 全中国的比例 女性飞行员应该是占 不到百分之二 我们那一届 大概也就一两个女生 在执行航班的前一天 我记得有一个同事 给我发消息说 哥 明天和你飞 他说明天见 我说好嘞 明天见 就是他给我发消息 直接就是叫我哥 有可能是因为 我们这个职业特殊性 如果刚好 恰巧是一位女性的话 可能大家的关注点 就会在女性身上 像我的话 对飞行也是很热爱的 所以我能当上飞行员 这个确实我是幸运的 好漂亮啊 完全你能见到 别人见不到的那些景色 对 我们的工作环境 真的是非常美的 每一天你进驾舱 你心情都会很好 无论外面的天气怎么样 你起飞降落的时候 确实你都可以看到 平常不太常见的一些景色 我也在很努力地 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一名优秀的记者 作为我们的职业来说 我们的学习 我们的严谨 一切都是为了保障飞行安全 我相信所有飞行员的职业目标 都一样 就是能够每天安全飞行 让这架飞机上 每一个人都可以安全地落地回家 让他不顶不着א 让他顶不着 感谢观看